东方41导弹从我国往日本东京送快递 四分钟就可以送达 这是真的吗 作为我国的护国神器 在国际的导弹中能排得上号码 又能迸发出多大的威力 点个赞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东方41洲际弹道导弹 作为我国最新研发的第四代战略核武器 首次亮相是在19年国庆阅兵时上 号称四分钟抵达东京上空 二十分钟抵达华盛顿 半个小时实现全球横跨 一经量西方媒体的炒作可谓是铺天盖地 甚至声称这是纪美俄之后的最强洲际弹道导弹 但其实东风41导弹的各项详细数据 我国并没有向外公布 根据全球洲际导弹的性能 以及众多军事专家的现场观看 东风41导弹 无论是速度还是爆炸当量 都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我国在超音速方面 没有国家能和我们想媲美 飞行速度可达28马赫 也就是一个小时飞行三万多公里 射程范围大约在1.4万公里 发射精准度偏差低于100米 它的破坏力呢 要知道一枚东风41可携带时 煤盒弹头 70万吨左右的单弹头 可能但说大家不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这就要问问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了 当年日本收到的小南海 也不过才1.5万吨左右的当量 东风41使它的二三百倍 如此巨大的爆炸威力 就算有偏差结果不还是一样的 其次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拦截问题 毕竟就算你武器威力再大 被拦截的所有的一切不都白搭了 但就目前来看 世界上没有一款反导系统 可以百分百拦截我过东风41导弹 不光是因为它高达28马赫的飞行速度 没有反导武器可以追上 核心原理是释采用了前学森弹道的研究 其深意是将弹道导弹和飞航导弹的轨迹 想结合在一起 从而对导弹进行深度操控 隐藏飞行轨迹以及实现变速变轨 甚至是拐弯 这时候要想对导弹进行拦截 除非你有预知未来的能力 要知道最初浅老在上个世纪提出 此研究方向的时候 受到了多人科学家以及西方媒体的嘲笑 但谁能想到在80年后的今天 中国人做到了 不但做到了还对此做了更大的强化 那么东方41在各国排名如何 作为我国的护国神器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在国际的导弹中能排得上号吗 其余小国自研的核武器 我们就不多说了 就类似于朝方的火星时期 以色列的等等 我们直接来看看武昌所配备的 英国最强的洲际导弹 其实是老美退役下来的三叉戟 对此进行了强化以及改进 跟东风41就不在一个档子里 二老妹现如今最强的民兵三洲际导弹呢 虽说也采用了我们一样的 先进矢量动力系统 误差也能达到百米之内 但对于速度以及变轨方面 却是稍缺一筹 在射程方面民兵三井有1.25万公里 也是比我们少了一截 但除了这些 老美不管是在数量时还是携带的炸弹方面 都不比我国多出了一大截 这以后也可能是我们改进以及学习的地方 其次就是被称为核弹之王的 大俄的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 说他一生大王也确实不为过 因为在射程方面 1.8万公里的射程可谓是无人能敌 在大俄内部就可以打击全球任意地方 当然也包括南北极 这是我们甚至是老美也无法做到的 其次就是数一数二的载弹量 也是萨尔玛特洲际弹道导弹的成名原因 根据有关数据显示 萨尔玛特可携带 一枚2500万吨的超大型核弹 以及数十枚75万吨的中型导弹 这数量摆在这 他要是说第二恐怕没有人敢说第一 也难怪普大帝敢口出狂言 世界如果没有了大俄 还要地球干什么 这就是他说话的底气 但你要说他有没有什么缺点 那就是机动发射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萨尔玛特采用的还是最原始的发射井发射 为此大俄还在国内建立了 46个萨尔玛特导弹发射系统 那假如一旦有人泄密 或者发射井被人侦测随之摧毁 是不是就要失灵了 虽然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是万分之一 但也不得不提防一些 所以在这个方面萨尔玛特不如东风41来的直爽 一台发射车不管是在高原还是山地 草原又或是盆地 公路铁路都能随意发射 而且还不会影响精准度 西方各国百姓十分不解 每核弹武器数量远超中国数倍 为何还不敢对中国实行真正的压制 对此西方军事专家作出回应 只因中国拥有强大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目前中国的核领域历时大半个世纪的发展 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要知道东风41虽说是在2019年才正式亮相 但却在1986年就开始对此进行研发 要知道当年美苏争霸 是不是把我们加在中间 更有甚者会用核武器来威胁我们 我们为了保护亿万百姓的利益 立志要研发出一款更强大更为先进的远程导弹 经过科研人员的不断能力 终于在1994年科研人员 用整整十年的心血 向全国人民递交了满意的答卷 完成了最后的试舍工作 原本计划是在1999年建国50周年的阅兵式上 就让它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的 但可惜的是 我国找遍了全国的装弹车 以及最先进的工厂 都无法找到合适的装甲车来载着武器出场 我们总不能弄几个小推车推出去吧 那也太不好看了 只能再等等了 这一等就是20年 终于在2019年10月1号的阅兵仪式上 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 完成了它的首次亮相 搭载在SX-4320重型牵引车上 此时距离它立项研发已经过去了35年 西方媒体拍到此处全都大为震惊 没想到中国也能拥有如此先进的技术 也能拥有如此强大的杀伤力武器 而且最不可思议的是 这款武器当年更是被誉为为老美量身打造的 但至此之后 我国并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 反而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 一直在对东风41尽心优化 小刀发动机深大到内部程序都在不断地完善 根据小刀消息称 以发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的造假可不便宜 高达20多亿人民币 但这样的大国重器 对我国的发展甚至是国际地位来说 它是无价的 或许在以后我们会有更先进的东风快递 51甚至是61 但东风411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时代的底气 东风快递使命必打 这句话不是浪得虚名 好了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了 大家对于东风41还有什么想了解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讨论 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